瓦后公主的前世心声 论证一个菩萨度化众生的完整格式 记得公主在前面55楼说的墙上图画的比喻吗? 世人永远都在欺而不舍地做着这项工作 而乐此不疲 菩萨干什么? 拼命地阻止你 别干屠劳无功的傻事 大慈大悲的佛菩萨 一次次地拆毁你所遇到的任何一堵墙 逼得你无处下笔 走投无路之间 突然收拾心意 回光反状 严重注意心经一句 行身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叫你永远不要寄心于外 世间一切皆假 统统不过是生灭法 丝毫不可医护 而应返回观照自心 调射公主的程序 首先打掉父母的亲情 然后是夫妻男女情侣 一次次地扫荡 拆掉身边一堵一堵的墙壁 大的 小的 而我们世人 孜孜不倦所追求的世俗生活 全都是作俭自负 全在虚妄不实的外物上用功 有不少同修对于如何获得宿命很感兴趣 其实你实在不要去操心 你什么时候该知道些什么 佛菩萨早就制定好了预案 不是不让你看 而是你不堪于看 你们懂公主的意思吗 简单的比喻 成人独物 笑而不移 怕你承受不了 怕你会崩溃 经允 阿罗汉出正果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羞愧难当 眼面痛哭 原来自己都干了些什么 天呀 公主一向自认为 处便不惊 可当一些轮回真相损色时 也痛哭 天呀 为什么会是这样 正罗汉主可以随意自在观看宿命 公主没有正果 所知一二 全是佛菩萨在必要时候的适当透露 唯一目的就是拆强 九十二楼同修 是的 你说得很对 一切真的都是佛菩萨的安排和度化 大家别急哈 故事很多 几乎还没开始呢 我们人生有N多条绳子 可以随时把我们牵往六道轮回 单一个情字 就可以把你捆得贴贴细细 幼时吸起父母关爱之情 长大了有男女恩爱之情 老了又有对儿女的牵挂之情 你在人生的哪个阶段舍抱 都逃不脱业力迁移 重入轮回就到 没有素式修行积累的大善根福报 人人都会按部旧帮 为情所困 真正自觉 所谓自己觉悟之道 要如何脱离 这更补一如的运行轨迹的 几乎没有 所以 如果你机缘成熟 佛菩萨就会适时给予点波 乃至于用我们看来十分残忍的手段 无情斩断你的种种情愿 其时时慈悲 使你觉知三界皆火宅 时无一处安身之地 因而寻求解脱出离之道 公主一生 从一出生起 就一直在佛菩萨的精心调射之中 尽管当初不明白佛菩萨的阴阴苦心 还在呼天哭地抱怨 好了 如前所述 母亲外婆菩萨 几乎已经摧毁了公主 对于家庭 亲情 长辈关爱的期望 从硬件上给予断续 但公主内心 其实还在四处寻求 更多其他的所谓弥补途径 那种与生俱来的母爱情节 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现在想起来 甚至包括恋爱结婚 内心里始终都有 从对方身上寻求母爱的情愫 妻子 在公主近二十年的婚姻生活中 妻子更多的时候 被虚拟成了母亲的幻影 如果花花是一个那种 绝对贤妻良母型的 可能公主又完蛋了 她是很粗心 甚至略带男性化的 公主从她那里 几乎得不到一点点母爱的补偿 告有圣者 她经常佛东斯的霸道 也彻底斩断了公主的 最后一丝祈求 这就是佛菩萨的精心安排 公主是在出家后 才彻底弄明白 这就是佛菩萨的精心安排 这就是佛菩萨的精心安排 这就是佛菩萨的精心安排